几个极限运动爱好者正在树林做陡坡挑战 三个人互相牵让着让对方去打头阵 在僵持一番无果后 绿一男一个黑手把同伴推了下去 同伴高速前进 然后连人带车一起滚了下去 就在两人手足无措之际 同伴开心的站了起来 然后他们就发现 同伴手上的骨头露出来了 同伴看着骨头哭了出来 然后一摸 哎 骨头好像不是自己的 他倒回去一看 只见一具腐尸黏在了自行车上 同伴被当场吓晕 不久后 实验小组赶到了案发现场 克拉克根据腐尸的持骨和骨密度 推测死者是名年龄在25左右的女性 杰克则根据尸体上的微生物 断定死亡时间在48小时之内 另外在不远的地方还有拖拽的痕迹 显然这是一起杀人抛尸案 而后他们把腐尸带回了实验室 小骨根据骨密度 骨架偏小等数据 推断死者可能是名武者 另外S光片显示 死者上时到的阔约机有点不正常 卡密尔伸手一套 一把钥匙出现在了手中 这是怎么回事 留一边的安吉拉已经在复原死者面容 但由于损坏严重 复原工作十分困难 好在卡密尔找到了一根死者的手指 虽然已经开始腐烂 但还是采集到了部分指纹 在安吉拉的一番操作下 确定了死者为27岁的卡拉 没有男朋友 和室友一起合租 布斯和詹姆斯当即决定去拜访一下死者的室友 没想到开门的却是一个帅气男生 原来他是室友的男友 此时正在制作美食 他和室友开了一家外卖店 根据室友的口供 他本人和死者并不熟悉 就是单单纯纯的合租关系 可能碰到都不会打招呼的那种 室友带着他们来到了卡拉的房间 里面摆放着许多怪异的道具 看起来卡拉的职业是一名魔术师 室友建议布斯去魔术宫殿查查看 因为那里正是死者工作的地方 在布斯和小谷赶往魔术宫殿的时候 卡密尔打来电话 说在死者身上找到了烧伤的痕迹 看情况是一周前发生的 杰克在上面找到了水银和消化纤维的残留物 那是助燃剂的成分 像是有人袭击了死者 不久后 布斯到了死者工作的地方 得知死讯的老板十分的伤心 因为死者就是他一手挖掘的 死者的演出十分受欢迎 而台上玩火的魔术师 就是死者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小谷想起了卡密尔的电话 于是果断请他回来喝茶 魔术师承认死者手上的烧伤 确实是他造成的 但他并不是故意的 另外他发现死者 最近好像发现了什么事 不仅经常一个人发呆 连训练也不认真 而另一边的解剖室里 卡密尔带来了死者的毒简报告 他的干里含有高剂量的鸦片类药物 这可能就是死者的那些变化的原因 另一边的安吉拉调取了死者的上网记录 然后发现死者收到过许多威胁邮件 大致意思是 死者偷了别人的魔术戏法 如果不滚远点就等着被抛尸吧 由于是匿名发送的 安吉拉只能查出 发邮件的地址是某个图书馆 得到消息的布斯深入调查 威胁者很快浮出水面 这人就是老板的儿子尼克 面对小谷的质问 尼克也十分坦然 邮件确实是他发的 但他只是对父亲把手艺传给死者 而不传给自己心有不满 他是失去理智才发的那些邮件 另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消息 两天前 他曾经看到死者和一个男人接吻 如果尼克说的是真的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呢 实验室的小谷在死者的左翅骨上 发现了一个小锯齿状的痕迹 看起来和之前那个印记是同一种武器造成的 第一处的痕迹是以49度的角度造成的 第二处则是135度 杰克觉得是某个锋利合金物的边角造成的 因为他对伤口的威力进行了取样 然后在上面发现了合金金属 另一边的詹姆斯跟死者工作的同事都谈了话 没人知道他有关系亲密的男性朋友 但管理员说几周前有人送花给死者 看来尼克说的是实话 与此同时 赫拉克在死者的蛇骨处 发现了一些骨骼挫伤和更大的微组织结构骨脚 这些都说明了死者是被绞死的 而后卡密尔打电话给小谷 说他发现死者的脖子上有过敏留下的痕迹 从医院记录来看 死者对菌类过敏 布斯一听 貌似室友男友的外卖就是菌类 布斯立马传讯了男友 男友在詹姆斯的一番敲打下 终于承认 自己就是死者的秘密情人 但他否认杀人 另外管理员看到的花并不是他送的 当时他送死者去上班后 单单纯纯地解决生理需求 此时詹姆斯想到 会不会是室友知道了他们的关系而杀人呢 男友见可以摘掉自己的嫌疑 立马说一周前室友曾偷偷翻了他的手机 虽然他隐藏得很深 但也不能完全保证室友没有发现两人的关系 而后詹姆斯调查了室友的不在场证明 发现他撒了谎 而且从快餐店的信用卡来看 在死者遇害的当晚他还买了燃气 对此室友解释道 他是因为在男友手机里没有发现出轨的证据 于是才偷偷跑回来打算来个人赃并获 对此詹姆斯的态度是将心将疑 而后詹姆斯调查了鲜花的来处 发现送花的竟是一间赌场 随花附带的卡片上写着 很荣幸赌场可以成为你的新家 看样子死者去找了新工作 会不会是老板不想失去这棵摇钱树而杀人呢 另一边的小谷刚好碰到杰克尔人 为了搞清楚魔术的奥秘 找了许多古董魔术道具 小谷随意撇 看到一把生锈的链锁 非常符合伤口的特征 而死者工作的地方就有 于是他找来安吉拉做现场模拟 通过案发模拟可以看出 凶手摆动链子和锁 链锁的一个肩脚砍上了死者的手臂 然后凶手用链子卡住死者的脖子 勒死了他 小谷和布斯连忙赶到了魔术宫殿 很轻易地找到了凶器 但老板做了清洁 凶器在紫外灯照射下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小谷想起了 在死者肚子里发现的钥匙 死者在死前故意吞下了这把钥匙 没有钥匙的老板肯定无法擦拭 锁扣的内面 小谷用钥匙打开了锁 果然锁扣里边有血块 老板的罪证顿时无法隐藏 但他表示非常委屈 他把自己的压箱底魔术 全部交给了死者 连自己的儿子都没交 死者也答应在魔术宫殿待一辈子 可现在他却偷偷跳槽了 这对老板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他是一时激动 他会杀了死者 至此案件告破 请不吝点赞